想了解 接下来 盐希如何看吗 看节目啰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月6号 盐希的盘后碎碎念 再次恭喜全国会员 我们的连鱼 日进斗金啊 老师超级恐怖 开红盘 上周到今天 连6 拉6 越赚越多咯 恭喜全国会员 在盐希身边就是 开心赚 用力赚 尽量赚 那这里呢 我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盘氏震荡我等下再来讲 盘氏震荡我等下再来讲 好 那你现在看到股票超级汇标 我说过了 盐希呢 一直以来是生根产业 所谓生根产业呢 就是把产业的前景看透 用产业的前景 保护你长线的概念 再拉近一点 公司个股的营搜获利 保护你中线的概念 再拉近一点 技术面保护你短线上的震荡 所以呢 当你以后跟着我们一样 赢在起跑点的时候 来各位 赢在起跑点 我们换句话 来换个说法 你看连鱼就知道 你买26的你是不是赢在起跑点 对耶 你买26的 冲到40再晃荡再震 你会不会担心 哇 老师 你当你在买股票操作的时候 你已经帮我挂好避震器了 我要的就是这个 我要的就是这个 我常讲喔 市场上很多人把我封号就是 涨被股代言人 我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 就是所有的会员 粉丝好朋友们 从前两年就 因为 延熙前两年有10档涨被股嘛 然后去年呢 即便台股回落6000点 我也做了6档涨被股 所以涨被股代言人无误啊 那涨被股代言人呢 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我很谦虚 我实在是不敢领教这个 不敢 这个我觉得这个名称给我真的是 其实也是给我一个动力啦 我个人认为我就是实在做实在讲 那我也不敢说 我每一档股票我都会成为涨被股 我买下去我每一档都会成为涨被股 没有啊 过年前会员就知道 我们连语买的时候呢 没有涨啊对不对 对 但是呢 延熙就看好 所以延熙看好的时候 即便过年我也说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买好买满就是给我报过年 对不对 对 这就是重点啰 所以当你买在26 我说了不是说股票买进去就会马上涨 但是呢市场发酵 市场呃 发现到这家公司的 获利发现到这家公司的营收的时候 通通开红盘外资来帮我们抬轿开不开心 开心嘛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时候 我不敢说我每一档是涨被股 但是你是不是想要赚涨被股之前 你50个百分点总要会赚吧 对啊 那连语各位实实在在看到了 从开红盘到今天已经标出65个百分点了 对不对 我还不拿创意出来了 我还不拿高利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你要赚50个百分点之前 后你要不要说20个百分点30个百分点 是你常常常态很容易赚到的 这很重要哦 你常常常态很容易赚到的 什么叫常常常态很容易赚到咧 来各位这一批 老师你过年前这一批批讲到烂了 有没有10年寒窗无人问 我也送给各位 还没涨我就送给各位 我送给各位的时候也是6字头 现在飙到8字头 今天台股回落他还在创 波段新高 你说会员有没有越赚越多 当然有 再来呢34个百分点 我还没有拿天宇出来 我还没有拿京剧出来 我就给你看这一批批 我20个百分点跟30个百分点 是不是常常赚得到 对 好 今天好节目真的时间一下子就没有了 来元宵节财神迷的活动 因为这个6日太多的辛粉 加到演习的LINE 太多的会员来 共襄盛举 续约跟升级的会员非常多 所以我今天先讲一下 假设我们铁粉刚好假日也有铁粉动作 动作太慢 你稍微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服务人会尽快回你 那也是因为后这假日后 办续约升级的呃人是非常多 所以今天破例的 齁 再加码一天 再加码一天 好那再加码一天 你今天就会觉得 哎呀老师那你赶快跟我讲一下盘 今天的盘 来 今天的盘有些人会担心 有些人会害怕 我只告诉各位 你现在看到今天的台股是回落 209点对不对 没有错 好 但是你记不记得在开盘 就是等于在1月的时候 当台股回落 台积电在450 也就是这个点位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当时我就已经讲了 下一个点很重要 什么 你用低点连接的下降趋势线 很重要 所以呢 你现在看到 来 下降趋势线已经过了 对不对 对 台股下降趋势线已经过了 好 那再来呢 头肩底的形态 台股这里有没有交代完毕 有 为什么 来这里的高点 去年8月的高点在16500上下晃 上下晃 但是呢 上个礼拜 已经站上16500 我要先讲一个重点 16500是这一个新的里程碑 很重要 站上16500 其实早就告诉你什么 多头中长线的买点 多头中长线的起涨点 这里要非常注意 要非常注意 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 震荡是为了转换主流 震荡是为了转换主流 主流呢 拿出来哦 延细已经告诉你 即便今天200点 我还是认为这个盘非常好 有拉回你一定要把握 你一定要把握 好 那你会说老师那主流呢 各位我早就给你了 我用去年的六大重点 延伸今年的七大族群 你现在给我看一下 电力军工 安控电动车伺服器 升级半导体 对不对 我早就给各位了 我用这个帮你延伸今年的预言 记不记得七个大的族群 2023我过年有来拿报告的通通给我站出来 2023年趋势产业报告 看清楚2023年 老师你过年人家在休息 你一叠厚厚的报告送给我 来我这里先讲 里面啊 来上个礼拜 玉龙是不是一直喷一直喷 我说挂头牌的电动车一直喷一直喷 我没空讲 对不对 好那今天呢 老师你生计超级恐怖的 来 高阶会员就知道 生计超级恐怖的 宝瑞今天喷 美食今天叮咚 长盛今天又冲出去了 对不对 再次恭喜会员 这个后我们有空再来讲 啊不过呢 记得后 我说过这个趋势的产业报告 是干嘛一整年 一整年 我不会给你小打小闹 我不会给你看三天看两天的掌势 这样了解 好那接下来还有来 私房菜时间我们就 留给会员 那今天就到这里 祝大家操作顺利 华关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动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关投顾111今晚投顾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